字幕志愿 剛看完智希的介紹 的確在200 150萬到200萬之間 這個韓國的這一個 七人座的MPV 果然好像CP值很高 是 我要介紹的呢 這個CP值也很高 也是來自韓國 他是80萬以內的CUV 你知道為什麼他有幾個CP值高嗎 第一他外觀 我說真的 他不管動靜都很棒 就是說你在路上看到他 你也會覺得他非常的時尚 我覺得這幾年 韓國車最大的經驚就是在 外觀與內裝上的質感提升 他的質感不是在說 我用的料在哪裡 而是在設計的視覺感 那用料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再提升 畢竟他才80萬以內 那如果他可以高階一點的話 我相信他的用料不會再 比較陽春一點 光是設計感 我就覺得可以給分了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他配備其實很滿 在這個等級之內 他給的東西是非常多 那但是這些呢 都是什麼 規格而已嘛 那規格的話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來看一些比較實際的 譬如說他的動力系統 他的變速箱有多六種模式 我們在想說像CUV有六種模式 第一個會想到什麼 以前Suzuki的Vitara 對不對 因為他是真的可以越野 那也就像這種全區車 他也配置這樣子 他代表什麼呢 他代表他比一般全區 再多了一點點的能力 因為他用所謂電子控制 所以我覺得光這些的話 感覺CP值就不錯 但是他還有一個響亮的車型 GLB跟GLC的車型 這個名字也可以讓你覺得CP值 有一點加分的感覺就是 冠穎你開什麼車 我開GLB啊 那時候羅哥可能眼淚會掉下來 80萬以內的GLB跟GLC 我這邊推薦CP值很高 的確80萬之內 我們其實看到他每個月的掛牌數字 就可以知道了 很難得呢 就來自於韓國的品牌 第一個月呢 就能夠交出700多台的好成績 那除了剛才看到CUV 你在80萬之內 你可以買到超值的好車之外呢 我們來看看市場的主流 台灣人很喜歡買SUV 尤其是中型的SUV 那麼在100萬之內 你要買到怎麼樣 CP值高的好車推薦呢 昆仁哥 我覺得百萬以內 我通常第一個聯想到當然就是Toyota的RAV4 對不對 Toyota的RAV4 那我覺得除了RAV4這個長勝軍以外 我覺得也是日系車種 會推薦的是這個Mazda的CS5 Mazda CS5 除了他現在目前是國內他們 Mazda車廠的當家一哥以外呢 而且我覺得他也是顏值擔當 他也是顏值擔當 那我覺得他剛才乃哥有講到 還有智希他們都講到 現在我們知道韓國的 他的造型設計當然是毋庸置疑 大家都有有目共睹 但是我覺得像日系系列 大家對這個Mazda當然也 也印象非常深刻 他的魂動的一個設計 然後一個很極簡的一個線條 在造型上我覺得呢 他是真的非常的亮眼 除了有別於一般 其他日系的一個中型SUV 那除了在造型亮眼以外 我覺得他的內裝的組裝的用料 跟品質的質感 我覺得也是讓人家相當 非常的印象深刻 你叫做進到現在 Mazda的CS5裡面 你覺得他的整個質感 整個設計感 真的是非常的很很棒 而且空間的臨近性 MVH他做的也表現得非常好 那更不要講說他現在 他所謂的人脈一體 也放在這個中型SUV 也是非常適用 那他的人脈一體呢 我覺得他的MVH SUV的人脈一體不是讓你 有那種操控的一個快感 而且他是讓你覺得說 不管是過彎直線都非常的順暢 而且非常的Smooth 所以會慢慢會想 去享受到 我開這部車是真的在開這部車 所以我覺得 Mazda CS5有這樣的一個特色 但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當然我們他的全配備 他不管MRCC 還有他的 他有一個進階型的 行前的一個煞車輔助系統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厲害 而且在98萬.9 他就有這樣的一些配備 所以在百萬以內 我還蠻推薦這部 Mazda的CS5 除了Mazda 將這個CS5 新增了一個在百萬之內 你可以入手的這種中型的SUV 但是在這個品牌下面呢 算是旗艦的SUV的擔當 就是Mazda的CS9 而且呢 他這一次也推出了150萬 你就可以買到CS9 然後七人座的車型 跟剛才我們推薦給大家的Kia 的Colomo 其實是有的座的 今天也來到我們棚內 我們好好的來看一下 他如果說在150萬之內 可以買到CS9的話 CP值好在哪裡呢 對 你看這個車子 他的車長五米 就是5075就是超過五米一點點 那軸距呢 2930米 快要三米的軸距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5加2的大SUV 像看市場上這種大SUV有幾台 Sorrento算嗎 Sorrento也算 可是Sorrento比這個小一點點 好像沒有耶 當然應該就只有他吧 對 如果你要往貴一點的也有啊 對 我們說一般品牌的話 對對對 但是如果你要到規格到這麼大一台的話 可能大概是BMW X7吧 其實是GLS吧 對 你看Outlander 他也沒有到這麼長 對 沒有那麼長 那個價格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的兩倍三倍 嗯嗯 沒錯 對不對 所以你以這個規格 尤其像這個比較主攻美規市場 北美市場的喔 他們要大車 對 他就是要五米長 對他們來講 剛好而已啦 基本起跳 但他們認為這算是小SUV 對對對 就差不多剛好 因為他們這種人高馬大 所以這個五加二對他們來講 是非常適用的 而且這個車子啊 他用的動力 2.5 渦輪 有動力喔 至少就230匹馬力 算是還蠻保守的啦 對 不是在炸那個高馬力 但是那個扭力很好用 40.8公斤米 對 他要的是 譬如說全家滿載7人的時候 對 他就是要表現在扭力上面 沒有錯 所以這個車子 他出了一個149.9萬的前驅板 哇 那個實在是有夠划算的啦 對 你不覺得嗎 沒錯啊 因為光外型 我覺得他就是很完勝 對 剛才崑辰也一直講 哇 這個漂亮的這個魂洞設計 這個又等於是大哥啊 而且他在裡面的用料質感 他其實這個車子的內裝質感 是做得非常非常棒 有精靈的感覺耶 對 他也有很漂亮的 真正的木頭飾板 對 然後真皮啊 還有他的縫線 你看看他那個椅子的那個 菱格紋啊 還有邊邊 白色的 白色的 這還滿大膽的優勢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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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部 當然現場這部是頂規車啦 好 頂規大概180幾萬 那也還好啊 才差 他們的範圍大概只有30幾萬 對 他有三個等級嘛 前兩個等級是前驅的 就是150的 然後170的 然後這個就是頂規四輪驅動的 180 那我推薦我當然是 大家買四驅的是最好 直上頂規 因為你如果說 日後要賣掉車的時候 你也知道頂規的車 大家會覺得比較保值啦 尤其你用180來買一台 這麼大的車 質感這麼好 然後安全配備又是全滿載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值得 所以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 他的第二排 其實他的座椅是可以前後移動 所以如果坐第三排的話 你可以二排的座椅 稍微前面一點 像第三排空間也就其實還可以 所以我們說這大型的SUV 比較能夠說是5加2 但是第三排座其實 舒適性也還可以 雖然沒有像我們剛剛介紹那個 Carnival那個 因為它正MPV喔 對 它正MPV 就是你坐滿了全車 行李箱一打開 哇 還是有很大的空間 對 而且它也比它車長 軸距都比它大 對 都還是更大一些 所以說你以這個尺寸的這個 大的SUV的話 還是只有到5加2的程度 對 難怪在市場上面 其實69賣也不錯 如果真的有5加2SUV需求的話 對 所以其實這個 這真的也是一個很划算的價格 所以說我們今天真的提到的 這些車型 都是在它的那個同級等級裡面 非常特別 它功能又好 然後那個價格又漂亮 價格也漂亮 對 所以真的今天這些車 都很值得大家參考 對 當然其實像這種5加2 或者是正7人做的 一定要到展街裡面去 好好的坐一下 對 你自己好好的摸一下 坐一下 試試看 你才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到底 我們為什麼一直講它 很好 沒錯 像羅哥你要買新車 你也會把你家裡的小孩 帶去坐坐看說 這樣可不可以 一家滿載的時候 對 身形是不是符合你的 這個車款的期待 這非常重要 對 好 謝謝羅哥 那當然如果說 我們剛才看到就是150萬的 如果你想要80萬到100萬之間的房車的話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好的選擇呢 如果說80到100的話 其實選擇很多 但是我既然說要CP值高 我推80萬以下的Sedan好了 那80萬以下 我想這一台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了 就是這一個Focus的四門版 但是它這一個版本 它不到80萬 78萬9就可以擁有 其實我覺得CP值高在於什麼呢 因為我們大概都知道這個Focus很多的 就是有 Level 2的這個自駕系統 其實這個不管是在於安全上 或者是說 減輕駕駛壓力上 我覺得都是很有用 所以我光是這個配備 我就覺得CP值很高 但是呢 現在更高了 因為羅哥說了嘛 不是電腦控制晶片 不是變速箱控制晶片 不是Airbay的控制晶片 是ADAS的控制晶片 高階晶片比較缺 所以你現在還買得到的話 那就代表好CP值更高了 那當然我覺得四門還有一個好處啊 就是說它比五門的 應該說五門它是靈活刁鑽 但是四門它比較開起來比較舒適沉穩 你在哪裡可以試得出來 你可能跑北宜公路的時候 你會發現Focus的四門真的做起來 會比五門來的更舒服一點 它的這個穩定性真的比較高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去跑 拿這台車去環島走中橫 然後我說這台怎麼比五門的還要好看 因為它比較穩 它的後面 多了一截屁股 對它後面把你稍微拖一下 不會讓你那麼刁鑽的去鑽那個三道 所以我覺得四門其實對於 針對CP值還有安全或者是家庭使用 因為它的行李箱空間 我們通常說先輩車是可以使用的空間大 是因為椅背可以傾倒 但是這個行李箱一打開來 它裡面有五百多公升的這一個空間 這個是蠻驚人的 這個在同級內我也覺得它是蠻驚人 所以這一台車我覺得是80萬以內 如果以四門Stand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蠻值得推薦的 因為目前你要買到80萬之內的這種房車 或是先輩車 擁有Label 2辦這種輔助駕駛的 應該就是這一款車了 難怪乃哥會覺得它CP值非常高 那我們看到在台灣的汽車市場 雖然我們看到百萬級距的房車 已經漸漸的在市圍 可是其實在這個級距當中 還是有很多不錯的CP值高的車款 像昆仁哥你要推薦的這輔車 我覺得它也就相當不錯喔 沒錯 蠻驚人 我覺得剛才乃哥推薦的是 大概是80萬 大概80萬內的一個中型房車 我會推薦的是這個 大概就是接近百萬的中大型房車 剛才蠻驚人講的沒錯 我們說Carrions以前是可以說 如果說Artis是神車對不對 那Carrions應該是說中大型房車的一個神車 它有一個這樣的神車的地位 那它改完這個全新世代改完之後 尤其在今年經過一次小改 它的CP值更高 怎麼說 它把原來2.5升的汽油換成2.0升 所以它不管在排到稅燃料稅等 在油耗上 它的CP值相當高 而且你看這個這麼大的一部 中大型房車 它油耗有16.4的一個公 一公升可以跑16.4公里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保養 保養維修的一個成本上 或是在燃料的一個成本上 它真的相對相對非常划算 那當然在這個小改之後呢 它的所謂的我們說的2.0 TSS2.0 也全部成為標準配備 它的ADAS非常方便 然後整個空間呢 尤其那個後座的空間是相當的大 如果說我們說這個急劇當然可以買中大型 可以買中大型的休旅車 中大型的休旅車的後座空間 其實Camry也一點都不會遜色 而且坐起來 乘坐起來非常舒服 又平穩 然後又安靜又寧靜 然後整個不管是在前面開它的人 或是後座坐它的人 真的就相當的舒服 所以在中大型 在這個百萬以內 如果除了你選SUV以外 我覺得這個中大型房車呢 我會推薦的是這部Camry 因為它壓價格又非常非常相對CP值高 你會像其他競爭追手 像比如說Artyma 或是一些歐系的 你說VW的Arty 那都是大概130到150之間了 所以相對比較那個價格比較相對 不是這麼的親民 那Camry這個2.0來講 你看102.9萬 那剩下一個92.9萬的 你就可以入手到 這樣一部後座空間又大 又舒服又寧靜的一部大型房車